蘇院長 謝謝主席 請院長 蘇院長 請 院長好 委員 你好 這段時間還是要對所有內閣 所有防疫團隊的辛勞 再一次的來表達感謝 謝謝 在這裡要特別 要來跟院長一起來研究 現在全世界的疫情 本席認為完全沒有緩和的趨向 要請院長特別特別特別的注意 院長知道美國國務院 正式召回全世界的美國人 國務院正式來公告 院長知道嗎 目前整個世界的疫情 確實還沒有看到 是不是已經過了高峰 各國有各國運作的程序 請看一下 院長 美國國務院正式公告 希望全世界的美國人 能夠回到美國 美國目前是全世界最嚴重的疫區 為什麼要全世界的美國人回到美國 事實上 院長 現在 美國現在是正在高峰期 甚至還沒有 越過越過高峰期 他為什麼要把全世界的美國人 找回來美國 甚至還提醒 甚至還提醒 然後一步一步的整個大爆發出來 我們現在才逐步的要進入夏天 但是院長 我們現在看到一些國家 要請院長特別特別來注意 印度 巴基斯坦 孟買 非洲 甚至現在即將大爆發的巴西 這個病毒 在這一些相對落後的國家 它現在全面的爆發 印度甚至不公告它的數字 這些生活相對低落的地方 衛生環境跟品質 跟醫藥的水平 它非常的低落 甚至啊 在印度150個人 才共用一間廁所 這種的生活環境 院長 我們不曉得 它現在蔓延的情況是如何 再緊接著下來 我們現在四月底 大概是南半球啊 換算我們大概是十月底的天氣 秋冬您快要到了 南半球全面的爆發的情況 我們完全不可思議 院長 不要把台灣的疫情 我們控制得宜 並不代表 我們未來 是不是也能夠如此的平安 我們看到美國跟整個歐洲 跟大陸 我們感覺到未來 他們會逐步的逐步的 會把整個國家 可能 可能發展的情況 開始鎖國 因為他們不斷的在國內 想辦法 在公共區過了以後 把他們疫情能夠控制 但是國際的人流 國際的流動 可能會逐步的禁止 為什麼 當國內 防疫得宜 但是國外進來的人 有多少印度 巴基斯坦 孟買 甚至孟加拉這些非洲 這些巴西相對生活落後的地方 到底有多少人得到這新冠肺炎 不知道 這些數字現在都被引蓋 所以未來的整個國際的流通 會發生很大的問題 本席在這裡提醒院長 就像今天紐約州州長所說 紐約美國人紐約州 就三千個人做一個基本的檢查 發現13.9的人 是已經得到 這個新冠病毒 所以已經感染到了 即便他有抗體 院長 一個紐約州 可能推估只有270萬人 270萬人感染 而且到底今年的秋冬 全世界北半球 還有沒有第二波的再行感染 完全不曉得 所以在國與國之間 未來可能是一個緊縮的一個情況 甚至WTO 以後逆全球化 成為全世界 可能大國他內需市場夠 他開始鎖國 不要讓新的這個疫情再進來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院長 不要太過度的樂觀 因為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國人 我想今天我們衛福部也在這裡 院長 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 COVID-19 它本身 它本身 就是一種核糖核酸 它跟艾滋病一樣 會潛伏在人體裡面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盤石劍 說有幾位是陽性反映 他可能已經有了抗體 但是並不表示他已經痊癒了 院長了解嗎 委員您呼籲的一點都不能掉以輕心 這是很對的 所以我們一直戰戰兢兢 另外 我們已經早就下令禁止外籍人士入境了 哪怕本國人士回來都要居家檢疫14天 另外 台灣真的是全世界很少數還能正常生活 自由出入 學校還能上課的國家 所以 我們現在不只是不敢掉以輕心 我們甚至於已經在做儲良各種物資的 要有為國人同胞留存等等的準備 那至於快篩疫苗藥物 如同我早上報告所說 我們也非常努力往這一方面再走 所以 真的一點都不敢掉以輕心 所以我們一定會往這一方面來為國人把關 那另外一方面 很多國家 確實已經鎖國 封城 甚至於禁止人民 離開家裡 所以這一切都可看到 疫情還在發展中 我們一點都不敢掉以輕心 院長 接下來我們可以遇見的 是世界通貨的緊縮 因為 這個產業鏈 在末端 在末端 它通路的部分 因為每一個國家內部 它人流的暫緩 造成整個末端的 不管是這些零售使用消費 全部降低 所以它的上油 整個生產 功過以求 自然會通貨 通貨緊縮 我們看到石油 一次跌到 記得週元油 五月期貨 一次跌到 買到37塊美金 它固然是要平倉 不得不的手段去平倉 但是很重要的 全世界的油槽 都已經充滿了 未來石油 要在短期 一年兩年之內 再回復到原油水準 是有困難的 因為整個實體的產業鏈 現在是處於末端 鍛鍊的情況之下 最後它的原始端 它的生產端 也會全面的整個檔下來 所以院長 現在整個國際的經濟 院長要特別特別的 要特別的注意 台灣是潛艇型的市場 要特別注意 而且 這個新冠病毒 核糖核酸 它是在人體裡面 跟細胞會結合 跟艾滋病一樣 當你抗體不足 免疫性不足的時候 它就跑出來 所以並沒有所謂的痊癒 院長要了解 所以全世界的人流移動 都會造成不斷的23次感染 我希望院長 要特別特別了解 現在整個事態的嚴重性 正如委員所說 石油當然不只是 因武漢肺炎疫情的 它另外還有工需的那個問題 我想委員也有研究 另外一方面 確實 因這一次疫情的衝擊 使得整個世界的這個產業鏈 經濟面 工需等都發生很大的變化 包括原初是中國 世界工廠受了衝擊 供應面發生問題 但是後來歐美 連消費市場也發生重大變化 所以 因這一次疫情 全世界恐怕整個經濟體系 工需 確實要重新整個評估跟建制 這委員提醒的 委員提醒的是很有道理 今天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請院長 積極進取的來進行 第一件事情 守護國人的健康 絕對不能清洗開封 國內人流 國內人流的進行 在防疫期到可以意見 國內是安定的時候 國內人流是可以互通的 但是國外絕對不能進來 所謂是本國國人 院長拜託你 絕對不能讓國外的這些人 再把病毒帶進台灣 二次感染 院長 你能做到嗎 這一點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這樣 第二 要保護我們現在 所有國內的銀行 因為當實體經濟發生問題的時候 產業鏈發生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衝擊的就是我們的銀行 現在我們的銀行 在金控在海外曝險的部分 有19兆 19兆台幣 這19兆裡面 3.4兆 是往外的放貸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 新加坡的石油公司已經倒了 我們台灣的金控也有放貸 但這只是小條的 我們現在3.4兆台幣 對海外的放貸 這個問題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而且海外的投資 總共19兆台幣 請問一家銀行 一家金控 資本額才多大 一千億兩千億 對外的曝險 有高達19兆 而且院長 要請您訂好金管會 財政部 我們的金控 最近有沒有再去買 沙烏地阿拉伯的 這些相關的國家的石油債 如果有買石油債的話 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風險 這個連鎖效應 會讓我們國內銀行 一起之間全倒 所以 院長 請盯好我們的銀行 絕對不能出問題 來委員謝謝 這個確實海外曝險 我們都一直非常注意 尤其是購買 海外的這些結構債 尤其石油債 要特別特別注意 當全世界的產業 因為人流的閉鎖 而造成需求降低的時候 絕對不能 絕對不能去碰這個石油債 第三 要拜託院長 我們一定要擴大內需 一定要擴大內需 要挽救這些中小企業 我舉個例 義大利這麼做 只要營業額在多少以下 我舉例來講如果台灣 在營業額在1億以下 過去有報稅的資料 我們政府馬上支援他 百分之三十的銀行貸款 低利五年中央 我們政府來給他債保 讓這些 這些中小企業 能夠立刻得到資源的救助 而不至於斷炊 這個請院長 院長 院長 您可以做參考嗎 我們現在對於銀行 這個舊貸 不能雨天說閃 新貸要儘快核准 還特別舊 院長 意大利的模式 請您做參考 本期剛剛已經講了 好不好 好 那另外本期在這裡 再請院長看一下 目前 目前 我們所做的 紓困的部分 紓困遠遠比振興要重要 紓困的部分 目前是三百萬人 院長所提出來 目前照顧了三百萬人 對不對 三百萬其實都是經濟的資助 所以他所影響面 來院長 沒有關係 好 你再看一下 現在薪資平均所得 繳稅率在百分之五以下的 總共總共有五百一十萬戶 一千五百三十萬人 加上未達這個起徵點四十點八萬 未報稅的兩百萬戶人 每戶三人大概六百萬人 總共一千五百三十萬人 加六百萬人 總共兩千一百三十萬人 您照顧了三百萬人 還有一千八百萬人 還沒有照顧到 院長 真的要考慮 該發消費券了 要紓困 一定要全面性的來進行 好不好 我們整個 其實不能用手 兩千 壓力大吩 是 要紓困 總共一方 對 做 funds 都已經 vis了 あります 請 院長 一定要 請 做 總共一方 外國 總共一方 是 絕對 感谢观看